第851章 青红血液你知道这魔兽干尸的珍贵之处在哪里 对不对 眼中炽热缓缓内敛 萧妍突然盯着桌旁的紫妍 略有些热切地道 若非这妮子提醒 恐怕她永远也想不到 这爪牙 在用一火炙烤之后 居然会出现如此神奇的一幕 望着手中这虽然短小 可异常锋利的青红骨尖 萧妍握着她 轻轻地在桌面之上一滑 玄机那用石木制作的坚硬桌面 便是犹如豆腐一般 凭空裂开 那断裂处光滑如镜 好锋利的骨尖 这东西的锋利程度 令得萧妍清晰了一口凉气 玄机的望向紫妍的目光 更是阴切了起来 既然这妮子 知道这种爪牙的破解秘密 想必其他的一些东西 应该也是知道吧 对于萧妍的目光 紫妍却是得意的 一台精致的小下巴 先给本小姐 把这十根全部断烧出来 我要用它们制作一个拳套 嘿嘿 以后这就是我的武器了 文言 萧妍一震 旋即低头望着手中 这锋利的骨尖 一想到被这锋利的小东西 击中后的感觉 便是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 这东西 配合着紫妍那可怕的力量 一拳头下去 即便是一名斗皇强者 不死 也得脱层皮啊 心中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神秘魔兽干尸的秘密 萧妍也不与这得意忘形的 小家伙计较 将手中的骨尖 小心翼翼地放下 然后便是拿起其他 九枚苍白的爪牙 碧绿火焰鸟鸟生炭而出 随手一抛 便是将那些爪牙投入而尽 随着琉璃莲心火 炽热温度的释放 那九枚苍白的爪牙 也是再度开始出现 与先前相同的变化 在体积缩小的同时 那股苍白之色 也是缓缓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那种异样的青红之色 断烧约莫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那团悬浮在面前的 碧绿火焰芳才缓缓消散 而其中的九枚青红骨尖 也是掉落而下 旋即在硝烟挥出的 一道揉和进风包裹下 轻轻地落在 那只剩一半的桌面上 将这十枚骨尖断烧而出 硝烟眼中的惊异之色 也是淡化了许多 轻吐了一口气 抹去额头上的些许冷汗 一旁的紫盐 喜悠悠地将十枚青红骨尖抓起 然后小心翼翼地 收入自己腰包 这才冲着硝烟黑黑一笑 你是怎么知道 这爪牙经过一火断烧后 会变成这番模样 硝烟瞥了紫盐一眼 略有些疑惑的道 看先前紫盐那般模样 明显是预先知道 这东西对它有用 不然的话 也不会如此有目标性地 专门挖出这那苍白的 宛如肺骨般的爪牙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种感觉 那东西对我有用 然后就挖下来了 对于硝烟的问题 紫盐也是皱了皱纤细的柳眉 茫然地道 闻言 硝烟一正 玄机眉头皱得更深了 微微偏头 目光转向房间中 那已经被分尸的 神秘魔兽干尸 难难道 难道真与这东西 有些关系 不过可惜 这东西死去时间太久 已经看不出它 究竟是什么本体 不然的话 或许还能凭外貌猜测一二 反正不会跟我是 同一种辩识 而且 我对它的感觉 很是不舒服 甚至于看见 它被你无码分尸 还感到很爽快 紫盐撇了撇嘴 道 爽快 难道这魔兽本体 与你这种 还是敌对之态 硝烟愣了愣 玄机恶然道 不知道 我自己连自己 是什么魔兽都不知道 谁管它是什么东西 紫盐皱眉道 算了 不去管它是什么东西了 丫头 接下来你应该告诉我 如何处置这句干尸了吧 见到紫盐不愿意 过多提起这个话题 硝烟也就话音一转 笑着道 烧呗 把这些难看的肉烧了 自然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紫盐一摊手 轻描淡写的道 闻言 硝烟一正 旋即也不多少废话 手掌猛地一曲 一股犀利暴涌出 直接将一大块森白色肉块 吸纳于面前 旋即张嘴一吐 一股碧绿火焰 便是从嘴中喷出 将那团肉块包裹而尽 随着火焰的包裹 一股股恐怖的高温 也是弥马而出 最后尽数渗透 进入那肉块之中 而伴随着高温的渗透 那森白色的肉块 也是不断地爆发出 痴痴的声响 而其体积 也是不断地在火焰之中 缓缓缓缩小 如此断烧 约莫五分钟左右 那桌面大小的肉块 已经只有脑袋大小 而且 那股森白色也是进去 在肉块表面 逐渐地涌上 许些青红之色 这种青红之色 随着火焰的断烧加剧 也是越来越浓 到的最后 竟然是完全凝聚在一起 玄机在硝烟 那惊喜的目光中 化为一滴青红血液 顺着血肉表面渗透而出 最后穿过火焰 滴落而下 见到那对着地面 滴落而下的血液 硝烟眼疾手快 迅速从那戒中 取出一个品质颇佳的玉瓶 然后将那滴青红血液 接入其中 将青红血液接住 硝烟这才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 那燃烧的碧绿火焰之中 发现随着这滴青红血液的滴落 那肉块 竟然是直接在火焰的断烧中 化为虚无 连灰烬都未曾遗留下半点 屈指轻弹 面前的碧绿火焰 便是缓缓消散 硝烟低头望着手中的玉瓶 鼻子在瓶口清吸了一口气 一股浓郁的 令他震惊的狂暴能量 顺着其鼻子钻进体内 玄机疯狂地暴动了起来 害得硝烟赶忙使用斗气压制 如此忙活了好半场后 方才将那道狂暴能量 使用一火炼化而去 随着那道狂暴能量之中的狂暴因子 被一火淬炼驱逐 这股精纯的雄魂能量 便是随着运转 悄悄地渗透到硝烟的四肢百害之中 而就在这股能量的扩散 硝烟心头猛的一个机灵 他突然地发现 自己的皮肤肌肉之中 所蕴含的肉体力量 似乎在这突然之间 稍稍加强丝毫 虽然这种加强颇为细微 但依然是被硝烟清晰地察觉到 这血液 竟然有着增强人体力量的奇效 回过神来 硝烟第一时间 便是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玉瓶 玄机漆黑眸中 逐渐地涌上一抹炽热 肉体力量 一般来说 都只能依靠一些天赋 或者后天努力 可没想到 这神秘的青红血液 竟然还有着这般神效 清晰了一口凉气 硝烟心中 再次为这神秘魔兽干尸的本体 震撼了一下 玄机黑黑一笑 手掌猛地一吸 将一大块肉块吸掠而来 流离连星火 再度喷出 亲自感受到 这神秘青色血液的妙处 硝烟自然是不会再认为 这只是一堆毫无作用的烂肉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 他花费了大力气 将那堆苍白的肉块 全部投入流离连星火之中 进行了断烧 而这般断烧 硝烟也再次得到了青红血液 不过唯一让得他有些不满意的 是断烧了那半个屋子的肉块 结果炼化出来的青红血液 却只有区区五滴 望着那玉瓶之中 相处一处 可却彼此不相容的五滴青红血液 硝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手一挥 将面前的琉璃连星火收起 然后咧着嘴 笑眯眯地将玉瓶收入那节之中 没想到 这在黑黄宗看来 毫无价值的魔兽干尸 却能被他搞出这种东西 在硝烟看来 这五滴青红血液的价值 绝对不会比那的玉石骨一差 甚至 从某一方面来说 还要更强 这血液之中 蕴含着极为狂暴的能量 想想先前硝烟只是吸了一口 体内便是翻腾成那样便可知 这东西 可不能乱服用 不然的话 绝对将会让他自己陷入暴体悲剧之中 不过这对于硝烟来说 也并不算什么难题 他本身便是炼药师 对于这些能量之中的狂暴因子 颇为调和心得 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到时候 定然能够安然无恙地 将这些血液尽数吸收 而到时候 不知道其肉体力量 会暴涨到何种程度 所以说 硝烟这一次 这五枚丹药 可当真是花得不冤啊 若是墨天行那老家伙知道 他在这干尸之中 得到了如此之大的好处 恐怕当场就会被气得吐血 这东西 他们黑黄中检验了无数回 可除了只知道 那对玉石古异有些不平凡外 其他的东西 皆是毫无出奇之处 然而 正是这在他们看来 毫无价值的东西 却是让得硝烟平白地 捡了个大便宜 从兴奋之中 缓缓回过神来 硝烟目光再度扫向了 那已经只剩下一个干瘤脑袋 以及一张巨大酷僻的魔兽干尸 不由得舔了舔嘴 到现在为止 那最为珍贵的魔盒 可还并未出现 一般来说 这种凝聚了魔兽 所有能量的魔盒 并不会凭空消失 而如此说来 这所剩下的干瘤脑袋 以及枯皮中 应该便是藏着那 最为重要的魔盒了吧 一想到一枚 即将突破至八阶的 绝世凶兽的魔盒 即将落入自己手中 硝烟便是忍不住地 咽了一口唾沫 浑身变得滚烫了起来 第852章 七阶魔盒 眼神炽热地望着地面上 那张巨大的魔兽枯皮 以及干瘤的脑袋 虽然这东西看上去 几乎就与一堆垃圾 没有什么区别 可经过先前的那一幕 硝烟已经知道 这神秘的魔兽干尸 可与寻常魔兽不一样 它的所有宝贝 都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隐藏在常人难以知道的地方 绣袍清辉 一股柔和的进风 直接是将那庞大的魔兽枯皮 吹拂得悬浮在半空中 硝烟躯指一弹 一股碧绿火焰 便是自止间喷涌而出 最后化为熊熊之火 在那枯皮之下燃烧而起 在碧绿火焰的炙烤之下 那巨大的枯皮 也是缓缓卷缩了起来 但意料之中的魔盒 却是并未出现 见状 硝烟眉头也是缓缓皱了起来 经过一火的这一段烧 这魔兽枯皮道 也是显露出了一点不同 以后者那脆弱的本质 可却是能够在一火之中 坚持如此之久 而不化为灰烬 唯一的变化 便是犹如那蛇皮一般 缓慢地卷缩着 随着时间的持续 那原本巨大的魔兽枯皮 已经宛如一卷画卷般地缩在了一起 但是 萧炎最为期盼的魔盒 依然是没有半点出现的迹象 到了这一步 萧炎也是明白 她的这次方法 似乎有点出错了 想到这里 她只得偏过头 将目光投向一旁的紫颜 却是刚好见到后者 正幸灾乐祸地 瞧着满头大汗的自己 小妮子 你再看好戏的话 就给我把那十枚骨剑还回来 萧炎翻了翻白眼 玄机恶狠狠地道 对于萧炎的威胁 紫颜撇了撇小嘴 玄机懒懒地道 笨蛋 那魔盒的能量 的确隐藏在这魔兽枯皮之中 但你若是光蛮横地使用一火炙烤的话 只会令得其中的能量逐渐蒸发 到最后 这东西 也就真正地变成废物了 闻言 萧炎手掌顿时一个哆嗦 那弥漫的碧率火焰 瞬间便是消失殆尽 大怒道 你怎么不早说 你又没问我 自己就动手了 现在竟然还凶我 紫颜摊了摊小手 很是委屈的道 背着你仔气地翻了翻白眼 片刻后 萧炎只能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小姑奶奶的 别忘我了 赶紧说说怎么弄吧 绝了绝小嘴 紫颜不情愿地哼哼道 先用一滴那青红血液 滴在枯皮上 然后再用一火炙烤 然后就能将那魔盒能量逼出来了 你确定 听得竟然要动用那珍稀的青红血液 萧炎也是有些迟疑了起来 谨慎地问道 不信拉倒 对于萧炎的怀疑 紫颜顿是不乐意了 撇嘴道 你自己烤吧 到时候把隐藏在其中的能量 全部烤没了 看你去哪哭 闻言 萧炎咬了咬牙 玄机道 算了 信你一次 雨落 其手掌一翻 先前的那个玉瓶 便是出现在手中 屈指一影 一滴青红血液 便是自动飞掠而出 最后悬浮在萧炎面前 望着这滴 蕴含着惊人狂暴能量的青红血液 萧炎不由得有些肉疼 将这魔兽所有肉块全部炼化了 结果都才弄出五滴 结果现在就要预先使用一滴 若非是因为那魔盒的话 打死萧炎 也是不会如此奢侈 忍着肉疼 萧炎屈指一谈 青红血液便是飞掠而出 最后静止落在那已经卷缩在一起的魔兽 枯皮之上 青红血液刚刚落在枯皮之上 便是迅速地溶进了枯皮之中 玄机那泛着灰白色的枯皮 便是犹如受到剧烈刺激一般 如蛇一般地蠕动起来 一股青红之色 从血液落尽之处 迅速扩散而出 这股青红之色扩散的速度极快 短短几个眨眼间 枯皮便是彻底改头换面 灰白色被一种诡异的青红之色取而代之 与先前截然不同 而且 在青红颜色扩散时 那一直毫无动静的枯皮 却是逐渐散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波动 见到这般变化 硝烟眼中也是浮现一抹喜意 这般办法果然有效 还不用一火炼化 等着能量散光呢 一旁 紫言出声冷哼道 闻言 硝烟一正 玄机火随心动 一道碧绿火焰再度喷发而出 玄机将那魔兽 已经转变了颜色的枯皮包裹而尽 随着此次的再度断烧 类似先前的一幕并没有再次出现 反而在一火高温的蒸腾下 那青红颜色魔兽表皮 开始缓缓地渗透出一丝丝青红薄雾 在这薄雾之中 硝烟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可怕的能量波动 望着这一幕 硝烟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喜意 当下急忙加大一火的温度 伴随着碧绿火焰的熊熊燃烧 那从魔兽枯皮之中 渗透而出的青红薄雾越来越浓 到的最后 几乎弥漫了房屋半空 而随着青红雾气的浓郁 那股磅礴的能量波动 越是逐渐地加剧 到的后来 那青红雾气几乎是宛如云彩般 盘踞在房间半空 一股可怕的能量威压 从中扩散而出 令得硝烟与紫盐脸色结实一变 好可怕的能量威压 硝烟脸色凝重地望着半空中的那片青红雾彩 一把将紫盐拉到身后 旋即星神一动 那包裹着魔兽枯皮的琉璃莲心火 变得越加狂暴与炽热了起来 随着琉璃莲心火的断烧 越来越多的青红能量雾气 从魔兽枯皮之中弥骂出 这些能量雾气凝而不散 盘踞在房间半空 隐隐间有着一种异样的咆哮 低沉地响起 在那咆哮声响起时 硝烟浑身血液 都是忍不住的 有些沸腾的驱使 害得他赶忙运转斗气 将这股躁动压制而下 而就在其刚刚将体内的躁动压制而下 身后却是猛然传出一阵能量巨动 硝烟急忙转身 却是瞧得紫妍的身体之上 不知何时 已经被一层紫光萦绕而上 在这层奇异的紫光之中 即便是硝烟 都是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而且 他那对宝石般的眸子中 也是紫光暗韵 而其目光 也是带着一丝野性的 死盯着半空中的那团青红云彩 似乎其中 有着什么大敌一般 紫妍 见到这般一撞 硝烟急忙地喝了一声 蕴含着斗气的喝声 在紫妍耳畔乍响 将其震得清醒了过来 随着紫妍神智回复清醒 那萦绕在其周身的紫芒 也是缓缓消散 他有些茫然地看了硝烟一眼 玄机喃喃道 怎么了 见到他那副茫然之状 硝烟脸色也是逐渐凝重 他心中清楚 这神秘的魔兽干尸 绝不会是寻常之物 而且 或许还会与紫妍的本体 有着一些关系 这东西 究竟是何种魔兽 死亡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能参与下 如此可怕的能量与威压 心中闪过一道道念头 硝烟眉头也是微微皱了起来 吃 在硝烟心中念头闪烁间 一道细微的扑斥声音 突然在房间之中响起 硝烟目光顺着望去 只见得那在一火焚烧之中的 那块魔兽枯皮 此刻 已经尽数化为灰烬 从半空徐徐洒落 在地面上覆盖上 薄薄的一层灰色灰烬 随着魔兽枯皮的消散 那最后一丝青红雾气 也是缓缓地飘荡而上 最后钻进了 那厚厚的青红雲彩之中 在这丝青红雾气 钻进青红雲彩之后 紧紧片刻 后者便是突然波动了起来 只见得那雲彩中心处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漩涡 而那雲彩 也是缓缓地随之运转而起 随着雲彩的旋转 一丝丝磅礴的狂暴能量 也是开始源源不断地钻进 那中心处的漩涡之中 而伴随着能量的钻入 那青红雲彩的体积 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缓缩小 望着这般变化 消炎却是没有过多的喜悦 而是脸色凝重地 拉着紫盐 小心翼翼地退后了两步 体内斗气迅速运转而去 随时应付一切突然的状况 不过 消炎预料之中的麻烦事 并没有出现 随着那漩涡速度的加剧 约莫两三分钟后 最后一丝青红雲彩 便是被尽数吸纳进了那漩涡之中 就在最后那一丝青红雲彩消失时 那漩涡也是骤然停滞 旋即 一股刺眼的青红强芒 从中爆发而出 瞧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消炎袖袍一挥 一层碧绿火焰罩 便是出现在面前 旋即微眯着眸子 望着那强光散发之处 强光的爆射 仅仅持续了一瞬间 便是缓缓消散 而当最后一丝光芒消散时 消炎眼眸也是逐渐睁开 旋即 视线便是陡然僵硬 形状略有些不规则的晶体 毫无借力地悬浮半空 在其缓缓旋转间 细微地青红豪芒 散发而出 而仅仅是这些谢意的能量光芒 便是令得周围的空间 略微出现了一些扭曲之状 目光直直地盯着这枚明显 蕴含着极为可怕能量的晶体 消炎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爆发出惊人般的炽热 这 便是他的魔盒吗 第853章 星火种子 望着那悬浮在半空中的青红色晶体 消炎清吸了一口气 好半赏之后 方才压抑下心中那抹激动 手掌微曲 一股柔和的犀利爆发而出 对于这股柔和的净力 那枚隐隐间散发着可怕能量波动的魔盒 却并未有所抵抗 而是极为顺从地从半空掠下 最后悬浮在聚消炎手掌两寸的地方 微微闪烁的青红光芒 照耀着消炎的脸庞 在那对漆黑眸子中 反射出一股妖异的光泽 就在消炎为这魔盒而失神时 身旁的紫妍却是突然扯了扯她的袖子 将其从那股失神状态中惊醒了过来 回过神的消炎 瞬间便是将目光 从这枚青红魔盒之上转移开去 旋即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眼中掠过一抹亥然 这该死的东西 从里到外透着一抹妖异 真不知道这魔兽死前 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异兽 手掌一晃 一个透着翡翠颜色的玉盒 出现在手中 由于对于这枚魔盒 很是感到忌惮 因此消炎并不敢大意地随意触摸 而是使用一股柔劲将魔盒包裹 旋即小心翼翼地将之转移到玉盒之中 咔 玉盒轻轻合上 隔绝了那透着一丝妖异的魔盒 消炎这才放下那提起的心 手掌一动 将玉盒谨慎地收入那戒之中 这该死的东西 将玉盒收入那戒 消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旋即木然发现 自己后背已经被一片汗水打湿 当下不由得有些余悸的低声咒骂道 光是凭借着一具失去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尸体 便是将她搞得这般狼狈与忐忑 这种灵异时间 可还是消炎这么多年的头一遭 心计之余 消炎又不免感到几次庆幸与欣喜 不管今晚经历了多大的风险 可至少这般收获 已经足以抵偿一切的惊吓 一具尸体而已 竟然把你吓成这副模样 真是丢脸 一旁 瞧得消炎那般神情 紫妍却是眼嘴偷笑道 消炎美好气地 白了这小丫头一眼 不过想起今天晚上 若是没有她的帮忙 恐怕她也只能将那魔兽的一大半尸体 当作废物处理 因此 也就不与她计较 手掌使劲地揉了揉紫妍的脑袋 道 好了 事情已经完了 你也该给我回去休息了 另外 记得 今天晚上的事 不要与别人提起 虽然消炎并不清楚 这该死的魔兽 究竟是何物 但从今夜的种种惊险来看 明显不是什么寻常之物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恐怕也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对于这点 紫妍也明白 当下也不与消炎斗嘴 反正她有了那十枚极为锋利 与坚硬的骨尖 便已是心满意足 当下点了点头 然后身形一转 背后紫色的马尾便 在消炎面前甩过 大摇大摆地破门而出 将这尊小姑奶奶送走 消炎也是松了一口气 袖袍一挥 一股进风将房门紧紧关闭 旋即她也是懒散地伸了个懒腰 经过这大半夜的折腾 对她的消耗 可不算得小 当下身形一动 便是闪略上床踏 屈指一弹 房间之中的灯火 也是缓缓暗淡 一夜惊险 这般安然度过 期间虽然凶险 可却也让得消炎收获疾风 嘎吱 一日清晨 紧闭的房门 缓缓拉开 消炎缓步走出 微眯着眸子 望着天空上 那散发着暖洋洋日光的药日 不由地微微一笑 行至宽敞的院中 体内斗气随着心动 运转在四肢百骸 呵 感受着体内 那股充盈的力量之感 消炎嘴中猛地 响起一道低鹤 身形移动 一套虎虎生风的拳法 被其施展得宛如行云流水般 没有丝毫的停滞 这拳法虽然算不得 什么高深陡计 可在消炎那雄浑斗气的支撑下 却依然是声势不小 拳风刮动时 将地面之上的枯叶 震得四处分散 一套拳法如流水般的顺畅 片刻后 消炎便是收拳而立 不知是否是因为 昨日吸了一口 那青红血液狂暴能量的缘故 消炎总是感觉到 自己出拳时的劲道 比起以前略有所增强 啪啪 随着消炎收拳 一道拍掌声突然地响起 旋即笑声也是紧随而来 好雄浑的斗气 即便是相隔这么远 我体内斗气 也是被你震得激荡不已 斗皇强者 果然名不虚传 听得掌声 消炎目光顺着望去 却是瞧得消力不知何时 正笑着站在院门口处 含笑地望着自己 二个 消炎笑了笑 冲着消力叫了一声 我看你斗气竟然如此雄浑 想必你的实力 不只是斗皇初期吧 消力笑着走近 旋即略有些疑惑地道 斗皇初期的强者 他也遇见过 可对方的斗气 可不会令得他体内斗气 有这般变动 应该算是四星斗皇吧 消炎随意地笑道 对于消力 他倒是没有什么隐瞒 当然 他这个明面上的四星斗皇 真正的战斗力 却是足以和斗皇巅峰相匹敌 甚至 在施展一些底牌之后 即便是面对着斗宗强者 也是有着一战之力 唯一的缺点 便是每次与斗宗强者的战斗 他都是必须将这条命给拼上 听得消炎回答 即便早有所准备 可消力脸庞上 依然忍不住地掠过一丝错愕 旋即苦笑地摇了摇头 叹息道 你这家伙的修炼速度 简直能把人给羞愧死 二哥如今 也是斗皇巅峰了吧 修炼速度也不慢了 只要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突破之斗皇 那时升丹 便是能够彻底破解了 消炎目光在消力身上扫了扫 以他如今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知道 现在的后者 已经处于了斗皇巅峰 与那斗皇层次 也只有了一线之隔 嗯 不过也多亏了那院的天坟炼气塔 我这两年中 经常去那底层修炼 修炼速度比起外面 也的确快上不少 不过可惜 后来星火枯竭了 消力无奈得到 闻言 消炼倒是有些尴尬 看来此次得想一个 一劳永逸的办法了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每隔一两年 便是来那院补充星火 毕竟谁能料到 他下次闭关 会不会再次闭个几年时间 这种事情 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看来那星火 对于二哥的修炼速度 有着不小的增幅啊 摸了摸下巴 消炼突然沉引倒 的确有用 不过那得在天坟炼气塔 最底一层 再上去点 就没多大效果了 消力点了点头 道 以后二哥也不用再去那里修炼了 消炼沉引了半赏 突然一笑 旋即在消力疑惑的目光 屈指一弹 一道无形之火 便是鸟鸟的 在其指尖生腾而起 无形之火 宛如一条细小长舌斑 在消炼之间盘旋 旋即后者指尖猛然刺出 最后轻点 在消力心脏部位 吃 炽热的温度散发而出 消力胸膛处的衣衫 直接化为粉末 无形之火碰触到其身体 顿时发出痴痴的声响 而消力身体 也是猛然紧绷了起来 豆般大的汗珠 从额头迅速滴落而下 不过她却并没有丝毫地反抗 而是紧咬着牙 硬抗着那般灼痛 她知道 消炼是绝对不会干半点 对她不利的事 无形之火 仅仅持续了瞬间 便是直接诡异般地 透过了消力的皮肤 窜进了其身体之中 而随着无形之火的入体 后者心脏所在处的皮肤 也是出现了一个火焰图纹 随着火焰图纹的出现 消力的身体 也是轻松了下来 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望着胸膛上的 那道火焰图纹 苦笑道 三弟 你这是在干什么 消炼脸色略有着 一丝苍白之色 她冲着消力笑了笑 道 这是我使用陨落心严重 在你体内的星火种子 日后修炼 你使用斗气将之激活 便是能够取得 比在天坟炼气塔底层 更强的效果 而且按我所料 这星火种子 应该能持续一两年时间 而到时候 想必你也应该 突破至斗黄啊 而那时候 星火种子的修炼加速效果 则就会变得弱化许多 所以 即便是消失 也无所谓了 消炼知道 消力体内的士生丹 并未完全破解 她若不能在规定的时间中 突破至斗黄 那么其寿命 依然是会终结 因此 消炼也是不惜花费大力气 在后者体内 种下了一枚星火种子 如此一来 后者的修炼速度 想必也能加快不少 闻言 消力也是一正 旋即脸庞上涌现一抹惊喜之意 对于消炼 竟然还有这般手段 她也是颇感诧异 不过想想消炼体内 有着这种星火的祖宗 陨落星炼后 那思差一方才减弱许多 你这小子 手段现在真是越来越多了 消力拍了拍消炼肩膀 开怀地大笑道 消炼微微一笑 刚欲说话 一名消门长老 却是突然进入院中 瞧得两人 连忙公声禀报道 两位门主 苏谦大长老 让你们赶快去前院 他说 听得这话消炼眼瞳顿时微微一缩 难难道 终于 肯出城了吗 第854章 尾随 大厅之中 待得消炼与消力赶来之时 只见厅中已有不少人 甚至于连小一仙与子言 都已在其中 苏谦黯然 坐于大厅中 瞧得那进门的消炼二人 不由地微微一笑 而一旁早有眼疾手快的侍女 恭敬地将两种空仪摆放在守卫之上 两人缓步行进大厅 然后也不客气 静置在椅上坐下 这才对着苏谦笑道 大长老 有那殷山老人的消息了 苏谦微微点头 缓缓地道 据先前得来的情报 似乎殷山老人已经出城了 不过略有些奇怪的是 这老家伙 并没有半点 掩藏行迹的行为 反而是从耳目最多的东门而出 如今的这黑黄城内 想必也已经有着不少的势力 收到了消息 闻言 消炼眉头不由地微微一皱 这殷山老人 究竟想干什么 在面临着这种虎视眈眈的局面 形势还如此的高调 即便他是斗宗强者 可面对着那如浪潮般的 众多贪婪之人 应付起来也相当麻烦 难道是幼儿 并非真身 消力也是皱眉道 那坚实的人之中 不乏强者 但即便是他们 远远地看见那殷山老人的身影 都是会有种惊惧的感觉 若是替身的话 殷山老人 总不可能再去寻找一名斗宗强者吧 真要如此的话 他大可无视一切地直接离开 两名斗宗强者 这黑角玉之中可没多少人敢于阻拦 苏谦摇了摇头 道 难道他还真打算 一人独自赢对这众多虎视眈眈的黑角玉势力与强者 消炎紧皱着眉头道 以这老家伙 当年那猖獗凶利的性子 倒也不排除这种想法 对于消炎这般随意一说 苏谦却是迟疑道 闻言 消炎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未免也太嚣张了点吧 以他的眼力 自然应该也是知道 在那拍卖场中 可不止他一名陡宗强者 对那菩提化体现有着兴趣 若说寻常人 他还仗着自己的实力无所忌惮的话 可对于这些同等级的强者 他不可能也无视吧 那摩颜谷有什么动静没 消炎手指轻点桌面 突然问道 他们也是知道了 殷山老人出城的消息 如今正在掉在他身后不远处 看这般模样 似乎也并不打算立刻动手 苏谦道 消炎微微点头 沉音片刻 旋即缓缓站起身来 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动身吧 在这里胡乱猜测 也是于事无补 还不如跟在那殷山老人后面 看看他究竟打的什么念头 反正我想 菩提化体现那么宝贵的东西 以殷山老人的谨慎性子 定然不可能交与其他人带走 毕竟他对自己的实力 也是有着相当高的自信 嗯 对于消炎的提议 倒是无人拒绝 玄机在消力与苏谦大长老的命令声下 消门与嘉南学院的人 皆是开始收拾好一切 悄悄地从后面离开了这所大院 然后迅速地出了黑黄城 沿着那殷山老人的行计追赶而去 就在消炎一行人 刚刚出了黑黄城不久 他们离开的消息 便是迅速传到了那黑黄宗之内 黑黄宗一出意识听 墨天行脸色默然地听着探子的回报 半晌后 微微点了点头 挥手将之遣退 没想到这严消果然与消门那群人混在一起去了 这可有些麻烦啊 这样的话 他们那边不是就有两名斗宗强者了 墨天行身后 齐山望着退出去的探子 这我没道 如果不是那言消与他们是旧事的话 那么便是消门那群人 将从拍卖会中拍卖到的持法斗技 送予了言消 然后促成双方联手 墨天行微微点头 脸色略有些不太好看 原本他以为经过拍卖场那时之后 消炎与消门便是结下了梁子 没想到如今竟然是走到了一块去 那怎么办 如今 他们双方联手 实力更强 那破宗丹 更是别想得到了 一旁 墨崖闻言 不由得略有些着急的道 破宗丹 可即便是连齐山都是炼制不出来 所以 若是得不到消炎手中那一枚的话 或许他便是不知道 等到何年马月 才能再次遇见了 急什么急 如今他们已经合作 难道你还能去把他们拆开不成 两名斗宗 即便是我也不敢动手 现在 便先丢安静地等着吧 他们明显是冲着阴山老人而去 但这个老家伙 也不是醒油的灯 想从他手里 夺得菩提化体弦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墨天行脸色一沉 呵斥道 被墨天行一顿呵斥 那墨牙也只得咽下满心的怨气 信信地不敢再言语 宗主 我看这阴山老人 也有些不太对劲啊 以他那谨慎性子 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城 他应该也是知道 在那城外 有着众多强者在等着他呢 秦山皱着眉头 迟疑道 这老家伙 素来谨慎狡诈 自然是不可能干这种事 墨天行脸庞浮现一抹 意味颇浓的诡异笑容 轻声道 瞧得墨天行脸庞 那抹诡异笑容 秦山与一旁的墨牙 不由地暗自对视了一眼 然而就在他们想到 等待着墨天行后话时 他却是直接闭了嘴 当下那秦山 只得小心翼翼地问道 宗主可是知道 那老家伙 在打什么主意 到时你们自然知道 嘿嘿 这菩提化体弦 我黑黄宗可舍不得 就这样地拿出来 墨天行挥了挥手 眼中浮现一抹森然 冷笑道 现在嘛 就看着那些势力 去与樱山老人血拼纠缠吧 人死得越多 就越好 闻言 秦山与墨牙面面相去了一眼 玄疾也是笑着迎合 哎 若非是我黑黄宗研究了这么久 可却依然未曾从那菩提化体弦中 得到半点那菩提心的消息 定然也不会将这东西 拿出来拍卖啊 目光摇摇地望向黑黄城之外 墨天行眉头 却是微微一皱 森冷的道 不过 不管究竟能否研究出来 能留在自己手中 总是最好的 我黑黄宗得不到的东西 其他人 也别想得到 一处小山丘之上 萧嫣一众人居高临下地望着下方那条林间大道 在大道的一头 一名灰发老者 似是没有感觉到 那般诡异气氛般 自顾自地缓缓而行 而在其身后远处 人影错落闪掠 一道道贪婪的火热目光 透过林间树干遮掩 死死地盯着前方那道苍老背影 不过 虽然心中贪婪在灼烧着理智 但在殷山老人那恐怖实力面前 所有人皆是不敢有着半点异动 只是不断地跟随着 不过这般跟随 恐怕随着贪婪的家具 也会瞬间打破 菩提化体弦的诱惑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颇难抗拒 这老家伙竟然一点都不着急 如此不温不火的赶路 岂不是响令得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山丘之上 萧丽望着那林间的苍老背影 不由得眉头一皱 道 萧严身旁 萧严与苏千 眉头也是微微皱着 殷山老人的这般举动 也是令得他们相当疑惑 按照常理 得到了如此珍贵的宝贝 自然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这是非之地 结果这个老家伙 偏偏还来上演这般奇怪的一幕 难道他还真想 以一己之力 来抗衡这诸多的黑角欲强者 这山林之中出现的气息越来越多了 其中不少人都不是拥手 到时候 一旦有人率先出手 恐怕便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彻底地引动着混乱局面 而到时候 殷山老人可就有些麻烦了 苏千缓缓地道 萧严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在周围山林间扫过 突然道 摩檐谷的人呢 应该也是在盯着殷山老人 不过这摩檐谷此次来的人 都是谷中身手不弱的强者 隐藏在这山林中 也是难以发现 苏千低声道 萧严微点下巴 目光扫回下方那林间大道 最后紧紧地 盯着殷山老人的背影 不知为何 他总是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都说这老家伙谨慎狡诈 但如今这般行径 可与这四字 丝毫不搭边啊 就在萧严心头念头闪动时 那下方一直摇摇 跟在殷山老人身后的人群 突然有些骚动了起来 感受到那般骚动 萧严目光一转 旋即眼神微宁 轻声道 终于是要动手了吗 第855章 探测 笼罩在一层诡异氛围的山林中 突兀间缓缓地凝固了起来 而那凝固的念头 便是那位于后方的大群跟随者中 十来明面色阴逸的人影 率先缓步走出 那从他们体内所渗透 而出的凶狠气息 令得人知道 这些家伙 皆是一些为了利益金钱 能够真正地化作滚刀肉的狠祸 对于这突然间行出的十几道人影 那后方一直掉在殷山老人身后的大群跟随者 却是缓步停了下来 玄机目光 情着道道异样情绪地望着那十几道背影 这种诡异的气氛 只要有人一带动 这些本来心中 就已经被贪婪灼烧的所剩不多理智的家伙们 也是将会彻底地将那私理智给分毁 这十几名脸色阴逸的人影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团队 不过这行人实力皆是不弱 那领头的 一名头发略微苍白的男子 观其气息 明显是一名斗王强者 而其余一干人 也显然并非雍首 在黑角域 这种混乱之地 虽说干什么事 都得眼睛放亮一点 但是 在绝对的利益诱惑之下 一切的东西 即便是性命 都能抛之脑后 而这 也正是造就了黑角域如此混乱的根源 因此 即便不少人都知道 他们所跟随的那名老者 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陡踪强者 可心中的贪婪 依然驱使着他们跟了上来 甚至 其中的一些更胆大之人 已经是忍耐不住心中的贪婪的智考 而率先有所异动 而这十几名浑身凶气缭绕的男子 便是这其中之一 作为在黑角域中 摸爬滚打了几年的心锐 他们对于鹰山老人这种 已属于老古董的前辈 当年的那些事情 并不是知晓很深 他们现在唯一知道的 便是若是将鹰山老人身上的菩提化体现夺到手 那他们 便是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巅峰强者 那个时候 别说是一个黑角域 恐怕即便是整个斗气大陆 都将会为之颤抖 这十几人虽然格外贪婪 但明显 也的确有着几分本事 一众人在脱离大部队之后 身形一晃 便是诡异的融于林间的阴影之中 玄机暗中结成阵形 对着那鹰山老人包围而去 山林中不少势力 皆是在此刻顿下了脚 玄机目光怜悯地望着那林间阴影处 一群跳梁小丑 当真是不知道 死字是如何写的 宝贝虽好 可也得有命去拿 在众多名处暗处的目光注视下 那十几道身影 迅速地借助着阴暗的环境 出现在了鹰山老人四周 玄机一个手势悄悄地从林间探出 十几道身影 猛然暴力而出 没有带起丝毫声响 然而手中泛着寒芒的锋利武器 却是带起浓郁杀意 化为一片刀芒 将鹰山老人身体每一个要害部位 都是笼罩而尽 吃 刀芒从天而降 玄机诡异地从鹰山老人身体中 虚切而过 而那十几道人影 也是悄然落地 身体僵硬 鹰山老人的脚步 因此而略微停顿了一下 玄机连头未曾回一下 再度抬脚 缓缓地对着山林之中行去 而随着其脚步的踏离 那十几道人影 身体却是诡异地软塌而下 生机迅速消逝 十几名身手不弱的人 却是这般一眨眼 便是不明不白地死去 那后方的大群部队中 也是响起叨叨吸冷气的声音 对于鹰山老人那恐怖的实力 也是有了一个明确的了解 当下一股异样压抑的沉闷气氛 将这片山林笼罩着 咔嚓 一道树枝断裂的声音 突兀地在山林中响起 却是直接将这凝固的 压抑气氛打破而去 旋即 无数道目光 再次陡然射向 那缓步先前的苍老背影 视线深处 一抹疯狂的贪婪 缓缓涌现 吃 贪婪涌现 这片山林中猛然间爆发出 振振刺耳的破风之声 旋即便是见到 无数道蕴含着惊人静气的箭支 从一些阴暗角落 铺天盖地的暴射而出 密密麻麻的箭支宛如雨点般的射出 然而 就在巨鹰山老人上 还有仗许距离时 却是骤然凝固 旋即箭支在一道诡异的力量驱使下 缓缓转向 最后在铺天盖地的羞羞声中 原封不动地暴射而回 一时间 这片山林中 惨叫声顿时凄厉地毫了起来 杀了他 杀了他 就能得到菩提化体弦 有了菩提化体弦 就能寻找到菩提心 到时候成为了斗圣强者 这黑角域 便是属于我的了 七粒地惨叫声 并未令得那被贪婪占据理智的人群 有所退缩 反而在那阴红鲜血下 更是激起了不少人心中的凶性 当下一道道怒吼声响撤旋即 旋即 这片山林 便是彻彻底底地混乱了起来 无数人拎着武器 便是疯狂地对着 那鹰山老人冲杀而去 赤红着双眼的模样 活脱脱地 便是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 对于这种乌合之重的冲杀 惊人的斗气匹链暴射而出 而凡是被斗气匹链扫中的人 除非是斗皇阶别的强者 否则 尽数当场吐血毕命 斗宗强者 便是强悍如斯 山丘之上 硝烟目光莫然地望着下方山林中 爆发而起的混乱局面 这种局面并不如何精彩 因为这 完全是一面倒的屠杀 一些真正有些实力的势力 此刻 皆是并未出手 而动手的 大多都是一些游泳散兵 这种人 在鹰山老人手中 与蚂蚁几乎毫无差别 唯一不同的 便是一只蚂蚁 以及一群蚂蚁的区别而已 硝烟的目光 并未因为那漫天血腥 而有所转移 有始至终 他的视线 便是死死地锁定在鹰山老人身体之上 虽然不知道为何 可其心中 总是隐隐地感觉到 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这鹰山老人 也真是好性子 这样杀 不累吗 一旁 硝力望着那几乎被鲜血染红的山林 不由地皱了皱眉 道 听得萧丽这话 萧严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今日这鹰山老人 表现得的确有些太过古怪 但从其气息来看 明显便是当日在拍卖场所见一般 也就是说 下面的那个鹰山老人 并非是什么专门寻找而来的假身 有点不对 他的气息 若是细细感应的话 似乎并不如斗宗强者那般纯粹 一旁 小一先迟疑了一下 突然道 闻言 萧严先是一阵 玄机脸色微变 眼神一凝 体内灵魂感知力丝毫未有保留地 从眉心之处如潮水般地扩散而出 短短一瞬间便是将这片山林 尽数包裹 而随着灵魂力量的笼罩 萧严眼前的万物 陡然大变了一个模样 再也不是那种人体形式 而是每一个人体 都是被一种种颜色各自不同的能量所充斥着 这些能量 有着火一般的炽热 冰一般的寒冷 赫然便是下方山林中 那些人体内的斗气的表现形式 借助着灵魂感知力的扫描 萧严也是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周围的强者的行迹 而正好 那磨炎谷的一众人 也是被他发现 然而还不带萧严细细查探 那磨炎谷的人群之中 突然响起一道冷哼之声 旋即一道森冷的雄魂灵魂波动 也是陡然扩散而出 与萧严灵魂感知力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碰 无形的灵魂波动在半空中荡漾开来 带起一阵无形狂风 山丘之上 萧严突然发出一道闷哼之声 便是磨炎谷的人藏身的地方 而显得那道冷哼之声 以及阴寒的灵魂波动 应该便是那名神秘的灰袍人所发 怎么了 一旁 小一仙等人听得萧严闷哼声 连忙问道 没事 萧严摆了摆手 目光再度转回到下方的山林之中 此次他的灵魂感知力 重点是聚焦在了阴山老人身上 灵魂感知力死死地锁定着阴山老人 不过或许是因为 其身体上的那件灰袍 被能量隔绝了一般 因此 萧严的灵魂感知在扫描时 居然只能感觉到 一团灰蒙蒙的存在 对于那灰蒙蒙之内 究竟隐藏着何种东西 即便是连萧严 也是察觉不到 这般状况 令得萧严眉头紧皱 旋即咬了咬牙 灵魂感知力猛然暴增 随着萧严体内灵魂力量的激烈波动 其脑袋中也是逐渐地传来 一丝刺痛之感 不过萧严并未因此而有所停滞 灵魂感知力 犹如无形锥子般 疯狂地攥动着 阴山老人身体之上 那包裹的一层能量 这般攥动 持续了约莫两分钟左右 而就在萧严 即将忍不住脑袋之中的刺痛 而放弃时 只听得一道细微的扑痴声音 一直被阻的灵魂力量 却是猛然抱涌而尽 旋即将那包裹着 阴山老人身体的 那层无形能量 悄悄破解而去 随着那层无形能量的破解 萧严灵魂感知力迅速一扫 玄机脸色 却是陡然阴沉了下来 这个老家伙 果然狡猾 第856章 灵魂分身 在萧严灵魂感知力的探测下 只见的那灰袍之下 却并非是如同其他人一般 燃烧着熊熊斗气 反而是笼罩着一层虚幻的气息 这种气息 萧严并不陌生 因此 这便是灵魂力量 而也就是说 这下方山林之中的 阴山老人 并非是真身 而是尤其灵魂凝聚成形的一个假体 难怪这老家伙 会如此招摇地出城 原来这只是 一道灵魂假体 现在的阴山老人 恐怕真身早就应该拿着菩提化体弦 离开了黑黄城了吧 萧严心中念头闪电般地转动着 而其脸色 也是逐渐地阴沉了下来 这里的所有人 似乎都是被这个老家伙玩了一把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阴山老人 竟然能够用灵魂凝聚成如此强横的假体 但不管怎样 假的便是假的 在萧严那灵魂感知力的探测下 后者的打算 是彻底地暴露在了萧严眼皮底下 不过 现在是否有些晚了 以那老家伙的速度 这短短一会时间 足以令得他 逃进黑角域那 人际罕至的山林之中 而凭借着他的实力 若是要隐匿气息的话 恐怕就算是一名斗尊强者 也是不可能 将他从那茫茫大山之中拎出来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 萧严阴沉的脸色 迅速地便是被一旁的苏谦 小一仙等人察觉 当下皆是略有些诧异的低声道 下面那茫山老人是假的 菩提化体弦 也不在他的身上 萧严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玄机脸色阴沉的道 萧严这话 无以宛如惊雷一般 直接是将所有人 都是震得愣了下来 好半赏之后 苏千芳才率先回过神来 皱眉道 假的 可为何气息如此之像 这应该只是 茫山老人的灵魂锁宁 倒是小瞧了他的手段 这般诡异灵魂分身 可是我首次所遇 能够将灵魂力量 运用到这般地步 除了我老师之外 恐怕他 还是我所见的第一人 萧严目光冷冷地注视着 下方那在众多人围攻之下 依然不显慌乱的鹰山老人 缓缓地道 灵魂凝聚分身 这种奇异的灵魂运用方式 萧严的确从未见过 当然 他也从未见到 要老如此施展过 但即便如此 他自然也是知道 论起灵魂力量的使用 要老绝对是要远超过这鹰山老人 毕竟 要尊者那响亮的名头 可不是平白得来 斗尊 那是一个比斗宗更加遥远于可怕的层次 那个层次的强者 已经是这个大陆的巅峰人物 其手段 也自然远非斗宗强者可以媲美 灵魂分身 听得萧严此话 苏芊与小一先皆是一愣 他们虽然也是斗宗强者 可说实话 让他们来将灵魂凝聚成分身之状 并且还具备不少真实实力 这一点 他两人自认是做不到 没想到 这鹰山老人 居然能够达到这种层次 那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是个假身 那么真的鹰山老人 恐怕早就离开了 萧丽紧皱着眉头 旋即低声咒骂道 这老家伙 还真是狡诈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萧严微迷着眼眸 片刻后 眼眸突然紧闭而上 灵魂感知力 再度涌出 不过此次 他却并非是在冲着鹰山老人而去 反而是在徘徊在这片天际 不断地来回扫描 使用灵魂力量凝聚分身 虽然能够令得分身具备本体的气息 乃至一些实力 不过不管分身与本体距离再远 可这之中 依然会有着极为细微的联系 虽然这丝联系很隐晦与淡薄 但却的的确确的存在 而若是寻找到这丝无形的感应联系 或许便是能够知道 鹰山老人本体的所在处 雄魂的灵魂力量 在天际交织成无形的灵魂网 旋即来回仔细扫动 寻常专修斗气的强者 一般对于灵魂力量 并非是很重视 所以总体说来 斗气大陆上 而灵魂感知力的敏锐与否 则是取决于灵魂力量的强横程度 所以 炼药师的灵魂力量 一般来说 都要比同等级的强者强上不守 而作为其中的翘楚 萧炎的灵魂力量 即便是连药老都是赞叹不已 因此凭借着他灵魂的强度 来搜寻鹰山老人的灵魂感应 倒也并非是不可能 见到萧炎再度闭幕 苏谦等人也是停止了交谈 他们能够隐隐感觉到 萧炎体内 正在散发出一股无形的力量 犹如水波一般 翘无声息地 从这片天际掠过 山林中的血腥 既然在持续 或许是因为那响彻的 沙发声的缘故 一些原本按兵不动的势力 也是开始忍不住的跃跃欲试 期间甚至有着好几名强者 联手欺击鹰山老人的身体 不过最后 却依然是被后者重伤吐血而退 而就在鹰山老人 与那几名强者硬碰之时 那紧闭眼眸的硝烟 却是陡然睁开 玄机目光 豁然转向东面的位置 那里 在先前的那一煞 有着一道隐晦的灵魂波动传出 找到了 见到硝烟目光所望处 苏谦等人 心头也是一紧 连忙问道 有着一些感应 那老家伙竟然没离开多远 硝烟脸庞之上 也是涌上一抹喜色 玄机目光扫了一眼 山林中阴山老人的灵魂分身 当机立断地道 小一仙 紫言随我来 大长老 你们盯着这里 我会沿途留下标记 你们这边若是亲眼看见 这灵魂分身消散的话 就立刻赶过来 就你们三人 文言 苏谦眉头微皱 道 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灵魂分身 与殷山老人 究竟有何种联系 所以还是谨慎点好 那边的话 有小一仙与我 应该便足够了 硝烟微微一笑 玄机也不再有所停留 对着小一仙子言二人招了招手 碧律火翼 迅速自背后延伸而出 身形一动 便是闪略上空 对着东方那灵魂波动传来之处 闪略而去 其后 小一仙与子言紧跟上 目光望着硝烟三人消失的背影 苏谦等人 也是轻松了一口气 看这模样 似乎硝烟找到了一些痕迹 只要那殷山老人没有逃跑 那么得到菩提化体弦 还是有着不小的机会 现在 便看看这老家伙 究竟在耍什么花招吧 微微一笑 苏谦目光 缓缓转向下方 那陷入包围之中的 殷山老人灵魂体 轻声道 当苏谦他们此处 爆发着血腥大战之时 黑黄城东面的一处 偏僻山坳之中 却是充满着一片宁静 在山坳之内 一名灰发老者盘腿而坐 双眼紧闭 雄魂的灵魂力量 包裹着他的身体 如枯树般的食指 在身前宛如穿花般地闪烁着 而随着其时指的每一次变动 周身弥漫的那种雄魂灵魂力量 便是会传来一阵阵波动 变动持续了约莫十来分钟 灰发老者方才缓缓睁开双眸 脸庞之上浮现一抹冷笑 然而其刚欲起身 脸色却是猛然一变 视线如电芒般的直射山坳之外 冷喝道 是谁 横 横山老人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能够凝聚灵魂分身 当真是让老夫意外 就在灰发老者赫声落下时 只见得那山坳之外 十几道身影缓缓浮现 而当下一人 赫然便是那黑黄中的宗主墨天行 在其身后 齐山与墨崖也是紧紧跟随 墨天行 望着那现身的人影 横山老人眼瞳顿时微微一缩 玄机声音音冷地道 墨宗主这是何意 难道是想坏了 你黑黄中的名声吗 横 横老怪 你可不用恐吓于我 名声在这黑角玉能干什么 黑角玉的人 可不吃那一套 墨天行微微一笑 吃笑道 你是怎么寻到我的 横山老人脸色微沉 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猛地变得森寒起来 你在菩提化体弦上做了手脚 一点斗气印记而已 墨天行淡淡地笑道 横老怪 不用拖延时间了 使用灵魂分身后 你本体实力也是会减弱不少 以你这个状态 可不是本宗的对手 所以 将菩提化体弦交给我吧 交给你就能让老夫走了 横山老人冷笑道 墨天行微笑着摇了摇头 道 不能 不过 却是可以请你在我黑黄中当常客 闻言 横山老人嘴角微微抽搐 玄机眼中涌现一抹猙獰 宁笑道 墨天行 即便老夫状态不是巅峰 可你想从我手中将菩提化体弦夺回去 可是想得简单了一些 花音落下 一股磅礴气势 猛然自横山老人体内抱涌而出 而在这股磅礴气势压迫之下 在场的除了墨天行之外 其余的黑黄宗强者 皆是击退了好几步 方才稳住身形 那便试试看吧 墨天行嘴角也是浮现一抹森冷 袖袍一挥 一股丝毫不亚于鹰山老人的磅礴气势 如潮水般的暴涌而出 两股滔天气势 在这小山坳之中弥漫对碰 所造成的空间波动 直接是将山坳镇的略微地颤抖了起来 一道道手臂粗壮的裂缝 缓缓地攀爬上山壁 两股针锋相对的气势 在山坳之中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而就在两人即将爆发一场惊天大战时 一道清朗笑声 却是突然地从天际响起 哼 没想到真正的好戏 是在这边 在下可是差点就错过了 第857章 果然是你 突如其来的笑声 也是瞬间令得场中众人脸色一变 旋即目光猛然转向声音传来之处 只见得在那山坳之外的一片高耸林间 三道身影突而立 当先一人 一身黑袍 赫然便是硝烟 目光瞧得硝烟三人 那鹰山老人与墨天行 皆是微微一正 旋即脸色皆是有着不小的变化 好片刻后 那墨天行方才笑呵呵地道 原来是严肖先生 没想到连你也看穿了 这鹰老怪的诡计啊 萧炎微微一笑 目光略有深意地看了墨天行一眼 含笑道 没想到墨宗主竟然也在这里 真是另在下一位啊 听得萧炎这番略有所指的话语 那墨天行脸色也是略有些不太自然 身为举办拍卖会的庄家 结果却是暗中对拍卖了物品的贵客下手 这般消息传出去 对于黑黄宗来说 可算不得什么好事情 虽说在这黑角域之中 最重要的东西是实力与足够大的拳头 可必要的诚信还是需要这一点 不然的话 日后若是黑黄宗再次举办拍卖会 还有谁敢来参加 没有人不担心 在花费了高昂的价格 将东西拍卖到手后 却又被人家强行夺去 道得不仅东西没得到 反而赔上一条命 所以说 如今见到萧炎出现 那墨天行心中 也是闪过些许森寒杀意 若非是碍于忌惮萧炎身旁小一些的话 恐怕墨天行早就出手了 嘿嘿 人家墨宗主是舍不得那菩提话体贤 所以暗中做了手脚 然后想要再次暗中夺回来 真是好手段啊 婴山老人 目光在萧炎三人身上扫了扫 玄机在一身白色衣裙的小衣 先身上顿了顿 怪笑道 婴老怪 这个时候成口舌之力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墨天行脸庞浮现一抹森然 缓缓地道 墨宗主好大的口气 你尽管上来试试 即便老夫现在的状态 或许并非你的对手 嘿嘿 但想要将老夫击败 你也是得付出重伤的代价 那时候 婴山老人冷笑一声 目光在萧炎三人扫了扫 话语之中 一似不言而喻 绣袍中的拳头缓缓紧握 墨天行脸色也是略显阴沉 如今这局面 的确有些不太好解决 若是无人发现 这里倒还好 即便拼着重伤 将婴山老人击杀便是 但如今又是来了 萧炎这三位同样实力不弱的人 他心中自然是明白 萧炎三人 也是冲着菩提化体型而来 若是他在与 婴山老人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那结果 就只能白白地便宜了萧炎 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 墨天行可是做不来的 见到墨天行脸庞上 划过的阴沉与迟疑 那婴山老人 嘴角冷笑更甚 萧炎三人的这一出现 便是瞬间 将此处的局面大乱 这种时候 恐怕谁也不敢贸然出手 而这般状况 对于他来说 却是有着不少好处 只要给予他一些时间 便是能够将那道灵魂分身收回 而到时 他也是能够再度恢复巅峰状态 而凭借他的手段 逃生 应该不难 山傲之中 气氛便是如此的凝固了下来 即便是萧炎三人 也是不敢轻易出手 毕竟 墨天行与婴山老人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两名斗宗强者 凭借着他们三人 应付起来 可是有着不小的难度 严肖先生 本宗有个主意 就在气氛凝固间 那墨天行 却是突然对着萧炎笑道 墨宗主请说 萧炎脸旁 也是带着相当友善的笑意 不过心中 对于这个宛如笑面虎的老家伙 却是相当之忌惮与戒备 想必严肖先生 是冲着菩提化体贤而来的吧 墨天行问了一个 如废话般的问题 玄机笑眯眯的道 这样 我们双方可以联手对付 殷山老人 若是从其手中 得到了菩提化体贤 我黑黄宗可以不要 但是 严肖先生 却是得给予我们一些补偿 萧炎一正 玄机似笑非笑的道 破宗丹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墨天行笑着道 严肖先生觉得怎样 萧炎眼眸微眯 目光与身旁的小衣仙对视了一眼 似是略有些异动的模样 别相信这个老家伙 你撞破了他的好事 他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而且 以他那贪婪性子 你认为会乐意将菩提化体贤让给你 在萧炎沉饮间 那殷山老人却是冷笑道 甜噪 墨天行脸色陡然一沉 秀跑猛的一挥 一道丈许庞大的金色斗气 自其秀中暴射而出 玄机宛如一条金色蟒蛇般 痴啦啦地划过天空 对着那殷山老人暴射而去 哼 见到墨天行动手 那殷山老人也是冷哼一声 干枯的手掌平叹而出 玄机猛然一握 面前空间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 而那道金色斗气痞练 也是重重地撞击 在那扭曲的宛如十字般的空间之上 在爆发起一道惊天响声时 也是双双湮灭 不过在湮灭的同时 那能量余波 也是令得这所小山奥 狠狠地颤抖了几下 几块巨石从山峰上滚落而下 带起轰隆隆的巨响 严肖先生 请尽管放心 老夫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能将破宗丹 给予我黑黄宗 那菩提化体现 我们绝对不会沾手 诺然出手后 那墨天行再度将目光转向硝炎 话语很是诚恳的道 对于墨天行的提议 萧炎表面上似是沉吟 然而其心中却是一片冷笑 在他看来 这阴山老人与墨天行 都是狡诈的老狐狸 丝毫不可信 承诺保证 对于他们而言 简直就跟放屁一样 毫无约束力 不过 虽然那墨天行 没有什么可信程度 但他这提议 也并非完全不可行 阴山老人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能现将他解决的话 一切都将会变得容易 与简单许多 至于事后 那菩提化体 嫌归谁所有 则是后面的事 就在萧炎打算应诺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 却是突然凭空响彻而起 莫宗主 若真是要合作联手的话 何必寻他们 我摩颜谷 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听得这道声音 在场的人脸色 皆是微微一变 旋即目光豁然一动 只见得那北方的天际 十几道流光闪掠而来 短短几个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了小山澳上空 那领先的人 赫然便是那名神秘的灰袍人 在其身后 摩颜谷的方言大长老等人 也是目录冷笑地望着场中众人 摩颜谷的人 消炎眉头紧皱地望着这一行人 难难道 这些家伙 是如何发现这边的 这下事情 可有些麻烦了 那阴山老人 也是因为摩颜谷的出现 脸色略有些难看 这种时候 出现的强者越多 对他便是越不妙 身怀菩提化体弦 他便是所有人的目标 虽说他是斗宗强者 可在场的 与他等级相同的 至少有着三人 以一敌以上还好 怎么死的怕都不知道 哼哼 没想到连摩颜谷的诸位 也是看穿了英老乖的把戏 墨天行 起初脸色 也是略微一沉 不过旋即便是含笑道 目光缓缓地停在摩颜谷众人之手的 那名神秘灰袍人 笑着道 不知道 这位是何方高人 据老夫所知 摩颜谷的谷主 似乎正在必死关 应该并非是阁下吧 先生 是我摩颜谷的贵客 墨宗主久未来我摩颜谷做客 所以自然是不知 方言笑了笑 旋即略显森然的目光转向硝颜 笑着道 这位颜谷先生 哦 错了 似乎应该称你为硝门主吧 此刻的硝颜 已经并未在戴上斗篷 因此那面貌也是显露了出来 所以 如今这方言大长老一瞧 便是知道了其身份 毕竟在摩颜谷上层中 不少人都是有着硝颜的画像 硝门主 闻言 倒是那墨天行 以及一杆黑黄宗的人 惊恶了下来 难道墨宗主不知道 这位颜肖先生 其实便是那硝门的门主 硝颜谷 当年 他在黑角狱之中 可是风头一时无俩呀 即便是那金银二老 都是被其挫办 方言笑眯眯的道 听得方言所说 墨天行等人 面色顿时有些精彩了起来 目光惊异地转向脸色平淡的硝颜 对于硝门 这黑角狱的新锐势力 他们也是颇为关注 而对于成立他的那位神秘门主 也是颇感兴趣 然而没想到 这位神秘的门主 居然便会是面前这看上去很是年轻的颜肖 对于他们那些异样目光 硝颜倒是直接无视 他的目光 从一出现 便是死死地锁定着那名灰袍人 如今隔得近了 对方给予他的那种熟悉与阴森之感 也是越来越浓郁 姐姐 怎么 硝门主是否觉得很熟悉 在硝颜的目光注视下 那灰袍下 却是传来一道满意着杀意的森然笑声 听得这道有些熟悉的笑声 硝颜心头猛地一跳 一道念头如电光般地在心头闪过 灰袍人森然笑声落下 手掌轻轻握住灰袍 旋即缓缓掀开 灰袍先落 一张充斥森然与猙獰的脸庞 赫然浮现 硝颜目光在那灰袍先落之时 漆黑眼瞳便是陡然紧缩 果然 是你 第858章 同门再见 出现在硝颜面前的那张脸庞 他并不陌生 因为当年 正是他 亲手了结了他的性命 而此人 正是要老的第一位弟子 硝颜的师兄 那位当初黑角域的单皇 韩风 如今的韩风 模样比起当年 要显得更加的苍老一些 那对望着硝颜的眼瞳 充斥着森然与猙獰 当年 若非是硝颜 他本可以继续在这黑角域称霸 但最后 却是被硝颜彻底瓦解 不仅失去了炙手可热的地位 而且还落得灵魂肉体分离的凄惨下场 若非是因为他掌控着海星燕 这种一伙 并且最后极为机灵地找了个机会 将之奉送给魂殿一位尊者 恐怕他的灵魂 早就被魂殿给拿去消化 哪还能活到现在 不过尚好 那位魂殿的尊老念在他 主动将一伙奉送的份上 专门派人给他寻了一具 斗宗强者的躯体 生生地将对方灵魂打散 然后让得他吞噬吸收 再占据对方身体 方才有了如今的这般实力 但这也仅仅只是权宜之计 这具身体 顶多只能供他再活十几年而已 到时候 肉体自动崩裂 而其灵魂 也是只能随着肉体腐烂而消逝 再没有了逃生的机会 当然不管如何 那也是十几年后的事情 能多活这么久 对于本就该成为 养料的寒风来说 已是极大的恩惠 而在这残余的日子之中 他对将它弄成这副模样的 消炎的怨毒与杀意 已经是逐渐地高涨 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因此 这才刚刚出来 便是直奔黑脚狱 若非是因为中途 得知了菩提化体贤的消息 恐怕他会直接先对消门动手 将其中的人 杀得干干净净 以泻心头之恨 而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在这种预想不到的地方 韩风却是与消炎撞了个阵阵 这一刻 其心中杀意 几乎要宛如实质一般地喷发而出 那怨毒争鸣目光 死死地盯着消炎 对于韩风那般怨毒目光 消炎倒并未表现出 什么失态的情绪 心中在初始的惊讶过后 便是逐渐地平滑而下 目光淡淡地扫了韩风一眼 冷笑道 没想到你这叛徒 竟然还能活下来 真是意外啊 这可是多亏了你啊 我的好失地 韩风目光怨毒 宁笑道 如果不是你 想必我也难以达到这般实力 这一次 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 然后让你尝尝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消炎目光莫然 丝毫不为韩风的威胁所动 虽说如今的韩风 不知为何实力暴涨到这般地步 可现在的他 也并非是当年的那 依靠着暴涨实力 方才抵达斗王巅峰的年轻人 如今的消炎 已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四星斗皇 这几年之中 斗宗强者他也见了 甚至交手了不少 而在其手中陨落的斗宗强者 也并非是没有 因此 对于实力暴涨到斗宗的韩风 消炎并未有过太强的忌惮 真要拼杀起来 谁生谁死 可还未可料定呢 你体内没有了那个老家伙的气息 对了 我倒是忘记了 原来那个老家伙 已经落在魂殿手中了 怎么 他不是对你的评价极高吗 他不是自以为 你能保护住他吗 现在看来 那老不死的眼光 一如既往的瞎啊 见到消炎不动声色 那韩风却是诡异一笑 大笑道 哄 碧绿色火焰 猛然间自消炎体内暴涌而出 可怕的高温 瞬间便是弥漫了这片天际 下方那森林 因为高温 冒出鸟鸟白烟 片刻后 终于是化为熊熊火焰 席卷而出 碧绿火焰将消炎包裹而尽 他此刻的脸色 异常猙獰 一对漆黑双眸 被碧绿火焰冲斥 看上去宛如两团绿幽幽的鬼火般 颇为可怖 在那张猙獰的脸庞上 一股从未有过的暴力杀意 宛如洪荒猛兽般地扑面而出 韩风的这番话 算是真真切切地劈砍在了消炎最为柔软之处 要老在他面前 被魂殿强行抓走 而他却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毫无能力拯救 那一种无力的感觉 就犹如毒蛇般 不断地是咬着萧炎的内心 要老对他付出了无数心血 这么多年的栽培 令得他从一个废物 走到了如今这般地步 对于要老 萧炎对他的感情 极于能与其父亲相比 然而 要老在 对其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可最后的结果 依然是未能逃脱魂殿的追捕 这种结果 宛如一柄锋利的刀子 在萧炎心头狠狠地来回搁动着一般 让得萧炎时时刻刻 要老便不会被抓 而其父亲 也是能够被其轻易救回 这一切的一切 也都是不会发生 在这一刻 在被寒风掀开心中血淋淋的伤痕之后 萧炎再一次知道了 力量与实力对他的重要性 而其心头 对于力量的追逐 也是涌现一股 近乎疯狂的狂热 有了力量 便是能够从魂殿手中 救回父亲与要老 有了力量 他便是能够直接去寻找薰儿 无视他身后那可怕的背景 让得他永远地在自己身旁 而萧炎的力量 与常人不同 他的力量 来源于一伙 想要强大 强大到连魂殿都是 不惧的地步 那么便是要疯狂地吞噬一伙 一伙 此件事了 便寻一伙 谁祖 谁死 一道低沉的咆哮在 萧炎心中响起 旋即他猛然抬头 猙獰的目光 直射向寒风 声音之中充斥着 令人毛骨悚然的凛然杀意 寒风咋种 不手认你这判施无意的咋种 我萧炎 势不为人 森染声音 宛如从九幽之下传出 带着难以磨灭的执念 在这片天际徘徊 令得那磨炎谷众人 以及韩风 脸色皆是微微一变 在萧炎身旁 小一仙与紫炎 也是略有些惊诧地望着萧炎 从认识到现在 他们从未见过 萧炎情绪如此暴动 显然 先前那韩风的话语 是真正地出在了 他心头的伤疤之处 师弟可真是有破裂 不过想杀我 就得看看 你有没那资格了 片刻后 韩风方才摇了摇头 冷笑道 他或许没有 不过我有 一道清冷声音缓缓响起 小一仙轻踏一步 灰紫色的双眸 毫无情感地盯着韩风 略显苍白的仙手轻叹而出 其上 一股诡异的灰色能量 悄然攀绕 瞧得小一仙出声 韩风眉头顿时一皱 前者的实力 他自然是清楚 即便是现在的他 应付起来 也是颇为棘手 当下目光瞟了消炎一眼 冷笑道 小师弟 你这女人缘 连师兄也是佩服得紧啊 不过你 何时能够依靠一下自己的力量 这般做法 可是有些丢了那老家伙的名声啊 消炎目光猙獰地盯着韩风 片刻后 布满猙獰的脸庞 却是突兀地浮现一抹笑容 他轻声道 师兄 这般伎俩 便不要使用了 虽说你如今已是人不人鬼不鬼 可毕竟曾经也是黑脚玉的丹簧 所以 便不要丢人了 消炎这番近乎刻薄的话语 直接失令的韩风脸皮狠狠地跳了跳 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下心头的暴怒 怒笑道 几年不见 口舌依然如此刁钻 不知道你的实力 是不是也有这般长进 这个 师兄来试试便知道了 消炎微微一笑 脸庞上的猙獰 此刻也是缓缓平淡 但是那对漆黑眸子中 杀意却是不减反增 如今的消炎 也算是有着诸多精力的人 自然是清楚 这种局面 一旦被激怒 对于自己来说 可是没有丝毫的好处 望着寒风与硝烟那剑拔弩张的气氛 那莫天行也是正了正 他倒是没想到 两人之间的恩怨 竟然到了这般地步 不过他也并未开口插话 心头反而冷笑了一声 打吧 打吧 最好打得两败俱伤 全部死光才好 这样的话 他不仅能得到那枚破宗丹 还能顺便将摩颜谷的那诡异的灵魂吞噬之法 也弄到手 杀傲之中的阴山老人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幸灾乐祸 这种场合 对于他来说 自然是最好 你莫非还真以为 凭借你们这三人 便是能够对付我们 寒风冷笑一声 玄机吃笑道 他这边 方言已经是半只脚踏入斗宗的强者 再加上几名摩颜谷长老的配合 即便是与斗宗强者 也能一战 似是为了应衬寒风此话 其身后的方言等摩颜谷长老 也是齐齐冷笑一声 雄魂气息暴涌天际 联合之间 声势颇为震慑人心 他们若是不够 再加上了老夫 如何 就在这摩颜谷众长老耍微风时 一道苍老笑声 却是如雷鸣般 从天际滚滚而来 旋即一道身影 如闪电般的闪略而来 几个呼吸间 便是出现在这片天空之上 如山红般的磅礴气势 永胜而出 直接是将那摩颜谷众长老的气势 给压制了下来 望着那闪现在天空之上的苍老人影 那寒风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第859章 五大陡宗 天空之上 一道苍老的白发人影 悬空而立 笑盈盈地望着下方众人 看其面貌 赫然便是内院的苏千大长老 哼 好戏原来是在这边 老夫倒是差点错过了去 苏千笑眯眯地从天空落下身来 最后停在硝烟三人身旁 目光望向寒风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异 没想到你 不仅没死 反而突破到了斗宗阶别 当真是让人意外啊 这也是脱了你们的福啊 寒风面色阴寒 心头却是微微一沉 突然出现的苏千 也是有些令他措手不及 虽然是知道的清楚 虽说如今的他 单打独斗 根本不在忌惮苏千 但对方可还有着一名 不知来路的神秘斗宗女子 这两名斗宗强者联手 即便是魔眼古人多势众 抵御起来也是颇有难度 而且 对方还有着硝烟的存在 对于这位名义上的师弟 寒风虽然对其极为怨恨 可心中也清楚 他拥有着远超本身等级的战斗力 遥想当年 他上海只是一名斗王强者时 便是能够令得半只脚 踏入斗宗阶别的自己身受重伤 而现在 硝烟已经晋升斗皇 战斗力 自然应该也是飙涨了一大截 今日这般局面 若是光凭他与魔眼谷的话 恐怕还真是难以在这场 争风中取得上风 能杀你一次 自然也能杀你第二次 所以用不着 做出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淡淡地瞟了寒风一眼 苏千讥讽地笑道 文言 寒风脸色再度阴沉许多 绣袍之中的拳头 捏得嘎吱直响 浓郁的杀意不断自体内抱涌而出 苏千的出现 也是令得那墨天行 以及阴山老人 脸色略有些变化 对于一名斗宗强者 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地无视 特别是这种精卫分明的局面 苏千的加入 立马便是令得硝烟那一块的人马 实力暴涨了起来 相对而言 其余之人 则是要略微处于下风 大长老 你怎么过来了 那边的事 硝烟脸旁上的猙獰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寒风先前辛辛苦苦 想要将之激怒 不过却是小瞧了前者的定力 在经历过初始的暴怒之后 那股深沉的杀意 也是被他缓缓地压制在了心中深处 不让的这股情绪 来干扰他的理智 那灵魂分身已经消失了 所以 我便跟着你留下的印记赶了过来 萧丽他们随后便道 苏千目光转向山坳之中的阴山老人 皱眉道 消失了 闻言 硝烟一正 玄机目光 也是陡然射向阴山老人 只听到后者一声冷笑 脚掌狠狠一跺地面 一道灰色地拳暴涌而出 旋即其中一道无形的灵魂力量 闪电般地破地而出 最后钻进了其身体之内 而随着这道灵魂力量的回归 那阴山老人 气势猛然暴涨了起来 短短瞬间 便是恢复到了 接近其巅峰时的状态 阴山老人的变化 也是引起了寒风 莫天行等人的注意 当下脸色 皆是微微一变 看着情况 似乎这个狡诈的老家伙 借助着先前他们彼此间的拖延 已经顺利地将那道灵魂 分身收回了体内 此刻的他 战斗力 怕是已经不会逊色 在场的任何一人 姐姐 多谢几位帮忙了 实力迅速恢复 那阴山老人 底气也是硬了许多 当下冲着硝烟等人怪笑道 莫天行脸色微微一沉 玄机抬头对着硝烟 寒风等人拱手笑道 几位 如今可不是内讧的时候 想必大家都对那菩提话题 显感兴趣 既然如此 在下觉得 何不直接联手从阴老怪手中 将东西夺走 否则以这老家伙的狡诈 什么时候施展手段逃掉了 那得去何方寻找 而至于东西如何分配 等到手之后 再来商谈 如何 闻言 硝烟等人皆是一正 玄机略微沉吟 片刻后 竟然都是微微点了点头 莫宗主所说不差 如今之事 是想要将菩提话体弦 从这老怪手中夺回来 这样 我们四人出手 用最快的速度将之解决 如何 韩风黑黑一笑 眼中闪过一抹诡异 道 硝烟目光斜偏了韩风一眼 冲着小一先与苏千微微点了点头 旋即用仅有三人听见的声音 低声道 小心一点 这些混蛋 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不要中了他们的阴招 苏千笑着点了点头 道 小家伙 你真当老夫 是指知修炼的老顽固吗 这种事情 还需要你来提醒 硝烟尴尴尬一笑 苏千能够成为内院的大长老 并且令得内院在黑角域 这种混乱之地成为一片净土 其能力与心机自然是毋庸置疑 至于小一先们 能够掌管那诺大的独宗 他自然也不是寻常人 说起来 还真是不是有着丝毫的逊色于他 乔的硝烟等人 居然赞成了莫天行的提议 那殷山老人 脸色也是骤然一沉 虽说如今他恢复了实力 但面对着四名实力与其相仿的强者 其必然将会落入绝对的下风 甚至 一个说不准 还会真正地将这条老命留在此处 心中闪过道道念头 殷山老人脚掌猛的狠狠一朵地面 在一道低沉的闷响声中 十几道仗许粗壮的地拳 自山傲之中暴涌而出 而在这些地拳遮掩人视线时 其身形也是陡然闪退 动身吧 主位 殷山老人刚有所动作 那莫天行便是率先察觉 当下冷喝一声 身形一动 便是诡异般地出现在了 殷山老人后退的地方 袖袍一抖 一道泛着森寒的金光 自袖中暴射而出 旋即宛如闪电般的 直奔前者喉咙 哼 见到莫天行出手 殷山老人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凶利 如鬼爪般的干枯手掌 自袖中探出 旋即诡异一曲一旋 便是直接将那道金光强行截住 眼睛一瞥 原来是一柄五柄锋利匕首 还给你 老混蛋 殷山老人灰白的指甲 轻弹在匕首之上 在一道清脆的声响中 匕首再度化为金芒撕裂空气 回射给莫天行 而借助着匕首击出时的劲道 殷山老人身形一闪间 便是出现在了半空之上 身形一动 便欲逃进深山 嘿嘿 殷老怪 还是将菩提化体弦交出来吧 不然的话 可别想安然离开 殷山老人刚欲逃窜 面前人影诡异闪动 旋即一道炽热拳风 狠狠砸了过来 碰 仓促之下 殷山老人也是急忙挥拳相迎 两股雄魂近风在天空相遇 惊雷般的炸声陡然响起 猛烈的狂暴席卷天际 将这片森林刮得嘎吱作响 静风扩散 殷山老人与那道身影 也是急退两步 后者献出身来 一张冷笑脸庞 除了寒风之外 还能有谁 不愧是黑角域的老牌强者 实力果然非同一般 嘿嘿 不过 今日怕是再劫难逃了 稳住身形 寒风冲着脸色阴冷的殷山老人 微微一笑 旋即对着这片天空 微微抬了抬下巴 殷山老人目光缓缓移动 只见得在其四周 墨天行 苏谦 小一仙三位斗宗强者 已成包围之势 将其围困而住 再加上面前的寒风 四人几乎是将其所有退路完全封死 面对着四名斗宗强者 即便是殷山老人 也是有着一种无力之感 清风吹过这片天际 却是划不开那凝重紧绷的气氛 五名斗宗强者同时出现 这般近乎恐怖般的阵容 即便是硝烟 也是首次所见 而在场的不少人 恐怕也是如此 被四道气息紧紧锁定 阴山老人脸色变换不定 他清楚 在今日这般情况下 想要轻松带走菩提化体弦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他若是继续顽固下去的话 恐怕 真的会陨落在这四个家伙手中 心中念头如电光般的急速闪烁 半晌之后 那阴山老人猛地一咬牙 手一晃 一个翡翠般的愈合 便是出现在了手中 哪滚 今日这恩怨 老夫记住了 这阴山老人 也是个极为实相的人 知道这种局面 他已经别无选择 当下一声怒喝 手中愈合 便是猛地对着天空投掷而去 愈合脱手 阴山老人身形一动 便是直接对着包围圈之外逃窜而去 然而其身形刚动 四道磅礴攻击 便是猛然而至 令得他急忙狼狈闪避 老家伙 真到我们是傻子不成 寒风冷笑一声 目光却是根本望都不望 那高知的愈合一眼 在他看来 阴山老人根本就不可能如此容易 便是将菩提化体弦交出来 与寒风相同 一旁的莫天行 也是抱着这般想法 除了小一仙与苏千 有些迟疑了 看了一眼愈合 但却也并未轻举妄动 被寒风此话 气得暴跳如雷 阴山老人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们这群白痴 骂声一落 阴山老人身形一转 急忙对着天空上 那高抛的愈合追掠而去 然而其身形刚动 一股犀利突然涌现 旋即愈合闪掠而飞 最后 在其震度的目光中 落在了脸色也是 有些迟疑的黑袍青年手中 第八百六十章 局势转变 望着落尽手中的这个愈合 骁炎一时间 有些回不过神来 先前他只是随意出手 根本未曾想到过 这东西 竟然这么轻易地 便是落尽他手中 失神了瞬间 骁炎迅速回过神来 手掌闪电般地将愈合打开 旋即 便是见到悬浮在愈合之中 那宛如活物一般 缓缓悬空蠕动的 翡翠色菩提化体弦 竟然是真的 目光呆滞地望着那团菩提化体弦 在场除了殷山老人之外 几乎所有人脸庞上的神情 都是僵硬了下来 谁都未曾想到过 以殷山老人的性子 会如此轻易地 便是将东西交出来 但现在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真实一幕 却是令得不少人 脸庞变得火烧火燎起来 嘿 活该 现在东西 不在老夫这里了 我看看 还有谁敢来拦我 对于众人的呆滞 那殷山老人 却是冷笑着讥讽了一声 该死的 老不死的 那菩提化体弦上 明明有本宗座的印记 墨天行率先回过神来 当下便是一声怒吼 在先前殷山老人丢出玉盒时 他便是使用那丝斗气印记 感应了一下 然而却是没有丝毫的回应 因此在那一煞 他方才未曾出手 但没想到 那玉盒里 真的有着菩提化体弦 在你道出菩提化体弦里 有手脚石 老夫便已经是暗中将之清理 难道你还想让老夫 在这里吃两次亏不成 殷山老人撇了撇嘴 嘲讽道 玄机目光环顾了一圈这片战圈 怪笑道 现在东西已经不在老夫这里 你们还想打不成 那样的话 老夫可是能够奉陪的 殷山老人这句话落下 所有目光几乎都是瞬间便是 转向了握住愈合的硝炎 除了小一仙与苏千等人之外 其余的街市充斥着血血森然 硝炎 检查一下 不要被这老家伙掉包 见到这般局面 苏千眼眸也是微微眯了起来 玄机冷喝道 若硝炎手中的菩提化体贤是真的话 那以他们现在的优势 倒也并非是不可能将至宝夏 但如果是假货 不仅帮殷山老人背了锅 结果却是人才两师的话 那可就太不划算了 听得苏千的话 硝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警惕地在周围扫了扫 玄机方才迅速地将菩提化体贤检查了一遍 眼眸深处 顿时缓缓涌出一抹喜意 偏过头 对着苏千微点下巴 吃 就在硝炎下巴微动的那一煞 寒风身形陡然一动 化为一道黑影 闪电般地对着硝炎暴视而去 哼 寒风身形刚动 那随时对周围抱着警惕的硝炎冷哼了一声 刺眼银芒在双腿之上涌现 身形一颤 一道残影驻流而下 而其身形 却是出现在百米开外 硝炎身形刚刚出现 两道身影便是 出现在其身旁 将其护于身后 再过的一会 紫炎也是飞掠而来 四人簇拥在一起 望着那虎视眈眈的山奥中的众位强者 拦住他们 寒风脸色阴沉地挥了挥手 旋即磨炎鼓的众位强者 也是腾空而起 旋即迅速地对着硝炎等人逼劲而去 一旁的墨天行 在迟疑了一会后 也是冷笑一声 带着黑黄中的强者 从另外一面 对着硝炎一行人包围而去 望着那针对目标迅速被转移 阴山老人这才阴冷一笑 不过他却并未动身 而是宛如看好戏的 般的悬浮天空 那这模样 似乎并不打算出手 见到逼过来的寒风 以及墨天行等人 硝炎眼中掠过一抹森然 旋即淡笑道 墨宗主 真打算对我们出手 若是你能当一回看客 事后 硝炎定将破宗担奉上 如何 听到硝炎这话 墨天行一正 似是有些异动的模样 硝炎那方虽然人少 可个个都不是弱手 即便是摩炎鼓与黑黄宗联手 想要将他们压制而下 也是有着不小的困难程度 墨宗主 可别中了这小子的诡计 他狡猾得很 若是等他们缓下手来 将我们解决掉 你认为 凭借着他们两名 斗宗强者的实力 你倒是还能拿他们怎样 就在墨天行沉吟间 那寒风却是突然冷笑道 闻言 墨天行脸色微微一变 寒风此话 倒也不假 硝炎现在之所以会如此忌惮 是因为他与寒风 皆是斗宗强者 若他此刻袖手旁观 看着寒风被他们击败 那最后 他的下场 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可不相信 以硝炎的狡诈 会轻易地将破宗丹 那种珍贵丹药交于他 若是墨宗主不相信的话 那硝炎可以当场 将丹药给你 怎样 似是知道墨天行心中的顾忌 硝炎笑着道 墨天行再度一愣 脸庞上浮现一抹异动 而就在将说话时 那寒风却是眉头一皱 嘴巴如动 细微的声音在斗气的包裹下 悄悄地钻进前者的耳中 突然的传音 令得墨天行即将开口的嘴巴 顿时闭住 目光惊喜地望着寒风 玄机静怡地道 真的 若是墨宗主觉得这个保证 对你很有吸引力的话 或许可以试试 况且 磨炎谷也算是黑脚玉老牌势力 若事后我寒风耍赖 墨宗主可以直接来磨炎谷 行事问罪 寒风黑黑笑道 闻言 墨天行迟疑了一下 玄机狠狠地咬了咬牙 道 好 信你一次 希望事后不要耍本宗 不然的话 墨宗主放心 这东西 其实光凭我的实力 还真难以弄到手 有你帮忙 几率也能大上不少 寒风笑道 墨天行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硝炎 笑道 硝炎先生 看来本宗只能说声抱歉了 那破宗丹 可远没有寒风说的有吸引力 硝炎眼眸微眯 但笑道 若是墨宗主觉得 这种曾经叛师的叛徒 值得可信的话 那硝炎也无话可说 那般诱惑 值得冒一番险 墨天行舔了舔嘴唇 眼神略有些炽热的道 见状 硝炎也就不再多言 他不知道 寒风究竟承诺了他什么 但连破宗丹他都能够无视 想必那种诱惑 必然极为惊人 既然如此 接下来 准备大战吧 只要拼起来 鹿死水手 可还不知道呢 硝炎深吸了一口气 漆黑眸中 陡然涌上一抹炽热 沉声道 一旁的苏谦 小一仙 紫炎皆是微微点了点头 对方虽然人手众多 可他们这边战斗力 却是普遍 要强上许多 嘿嘿 见到将墨天行 成功拉在自己这边阵营 那寒风也是得意地冷笑了一声 不过他并未 就此罢手 目光一转 旋即便是停在了山奥半空 那看好戏的鹰山老人身上 这种局面 若是能够 将这位老家伙 也拉在他们这边 那么便是能够进入绝对的上风 三名斗宗强者 再加上两大势力的其余强者 然而那鹰山老人 瞧得寒风视线望来 四也是知道 他想要说什么 当下怪笑一声 哦 别想拉着老夫 这种局面 我还是不掺和为妙 你们想打 就尽力地打吧 老夫不奉陪了 姐姐 说完这话 鹰山老人竟然直接掉头 然后在众人那恶然目光中 一头撞进茫茫深山之中 旋即消失了踪影 望着那竟然直接掉头 离开的鹰山老人 寒风眉头顿时紧皱 旋即冷哼了一声 低声骂道 美胆的老家伙 消炎目光望着 鹰山老人消失的地方 眉头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皱 目光与苏千等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有点感觉到不对劲 以菩提化体现的珍贵性 这老家伙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 便是放弃 小心一点 这老家伙素来狡诈 这般诡异做法 不正常 苏千压低着声音 谨慎地道 难道是想坐山观虎斗 让我们斗个两败俱伤 再出现 小一仙微醋着纤细柳眉 沉硬道 消炎微微摇头 道 不清楚 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先把这些家伙搞定吧 菩提化体现已经在我们手中 他们不会放弃的 文言 苏千三人也是点了点头 道 再等一会 消门与嘉南学院的强者 应该也能赶到了 到时候便会轻松一点 苏千话音刚刚落下 那天际尽头 便是突然传来道道破风声 旋即大批人影 出现在了消炎等人视野之中 终于来了吗 感受那些熟悉的气息 消炎几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虽说不惧对方人多 可若是在激战时被干扰一下 也是有些麻烦 如今几方强者也是赶来 双方倒也算是拉平了过来 哼 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你难道还指望他们不成 那大批飞绿而来的人影 也是引起了寒风的注意 当下冷笑一声 手掌猛的一挥 充斥着阴冷杀意的鹤声 在天际响彻而起 苏千语那女子 由我与莫宗主拦住 方言 你率几名魔眼鼓强者 擎住消炎 只要菩提化体现到手 死活不论